北宋时期 浙江秀美的白林西畔 遭遇了一场罕见的饥荒之灾 为了解决困境 家境殷实的正式人家 毅然卖掉田产 救济灾民 事后 散尽家财的正式族人 生活一度变得清贫 但这样的一举 却赢得了当地人的 也深深影响了正式后人 从此开启了 东明村正式家族 一门上义的传统 如今 东明村里仍居住着 一千多位正姓后人 一出百听不厌的折子戏 常常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宋元之交的乱世时期 掌管家族的家长 是郑德归和郑德章两兄弟 弟弟德章因为得罪了乡里的恶霸 被设计陷害 定了死罪 哥哥德归 宝读诗书 性情温良 他认为在乱世之中 自幼习武的弟弟 比自己更有能力保全家族 于是他决定牺牲自己保护弟弟 并且嘱托德章 勇敢担负其保卫族人的重任 自己则随衙役奔赴扬州受死 哥哥死后 弟弟德章悲痛欲绝 为了不辜负兄长的期望 他在村子周围雷起巨石 作为屏障 日夜防范 最终得以在乱世中 保全了正式家族 为了彰显哥哥德归的一举 族人们建起了一座 取义成人的牌坊 来纪念他 兄弟二人的故事 深深地感染着后世子孙 使得正式家族的上义之风 空前高涨 在以义维刚的家族信念影响下 东明村曾经跨越 宋元明三个朝代 历时三百三十余年 十五世同居 被朝廷今表为义门 创造了中国家族文化史上 令人称赞的义居历史 崇义上礼 也因此成为正式义门 维系家族亲情和生存的智慧之道 时至今日 仍然深刻地影响着 每一位一门子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所云安的歌曲